資料型會是抹黑跟誣陷他人 看在幹嘛 歡迎來到Seabook自習室 今天我們要自習的主題是 爆紅心理測驗到底準不準呢 今天我們要測試了有兩種心理測驗 來分別是 關於在朋友心目中 你是怎麼樣的人的一個心理測驗 另外一種呢也是最近很流行的 就是要來測測看你內心深處的 腹黑程度到底有多少 好 第一題 讓朋友因為誤會大吵一架 要和好的話 你的方法是 誒 發送可以傳達你的 真心的訊息給我 好難選喔 第二題 朋友請你推薦好看和建議 你的答案是 A 了解對方的 了解對方喜歡的雷琦飯 簡約後給你推薦 比如推薦自己 最近看過所建議中最好看的 如果是你沒看過怎麼介紹 好 下一題 第三題 讓朋友一起去餐廳會怎樣選擇菜單 A 問朋友要不要吃菜單上 菜單上 菜單上 等一下 不好意思 第三題 讓朋友一起去餐廳會怎樣選擇菜單 A 問朋友要不要吃菜單上 自己看起來覺得很好吃的料理 B 先問朋友菜單上有沒有想吃的 B 跟朋友一起去網路上評價超高的人氣餐廳 所以要排隊等候1個小時以上 A 放棄吧 走到附近其他乾淨 B 不放棄的等待 想知道到底有多好吃 我是不吃那種不能定位的餐廳 好 第一題我拿上去 第五題 火熱的星期五晚上 朋友約你出去喝一杯 你們會去那種酒吧 A 安靜放棄的酒吧 你先讓我先把熱鬧的酒吧 現在看有沒有單身吧 第六題 朋友建議你嘗試選新的普通風格 A 相信朋友的建議挑戰一下 A 突然要改變改造壓力改善 我再想一下 那個朋友是時尚災難怎麼辦 第七題 他朋友約好今天 你朋友問你這樣子多日的時候 A 告示朋友附近比較大的建築 然後 朋友都附近在打電話給自己 B 詳細說明 前往見面去 第十場所的方式 第八題 你跟朋友一起去旅行 自己要計劃旅行的話 A 事前仔細的把旅行 計劃好好的安排 B 你的必須的點擊 好 選好 其他就隨便了 第九題 九九一次獲得難得的一天收獎 你會怎麼度過呢 A 九五次獲得難得的一天收獎 哎呦 B 和朋友相約到完課完 第十年 在打樓盤的時候 朋友聽到了負面的答案 你會如何安慰他 A 要不要去別人家再上看看 B 這些都是明信 不要去在意 第一題 朋友打工程前後 打算去國外旅行 打電話打旅行 第一個問題會是 A 問 A 為什麼 是整個50道錢 幹什麼意思 B 先會去哪裡 怎樣的旅行 A 終於我要去那個 國外自助旅行 然後就是邊玩邊上班這樣子 然後你幹嘛存到的 欸你那個20萬哪裡來的 A 身在家裡組裝進來的家具 朋友打電話月子見面的話 A 先去見朋友回來再去組裝 B 先去家具組裝 A 再去組裝 I am not seeing 叫朋友滾過來幫我組裝 她說我是行走的防空洞 行走防空洞 對 她的形容是這樣 細心體貼的個性 對於朋友付出大量關心 把他人擺第一的完美型朋友 掌聲 我跟妳講 我跟妳是一模一樣的 公園專業級說書人 那妳幫我說好了 反應快 反應快 理解力高 很會隨機應變 健談 但是不讓人感到 枯燥的睿智型朋友 哇 你們是睿智型朋友是不是 那你們的那個 最合得來的朋友是什麼 雄心壯志的固執 做一隊長 本質善良 而且善於提供幫助 喜愛付出 幫助他人的助手心 朋友 我的是 ESTP無所畏懼的勇士 善於透過緩和氣氛化解 衝突的情況 是友善且富有魅力 受歡迎你的朋友 你們覺得我這個答案像不像 我跟妳認識一年吧 我覺得妳完全就是她說 她是真的工作很忙的時候 她會 就是她會想要自己把事情做完 但是她但凡有一點點時間 她一定會來關心你 那我咧 妳的嗎 我覺得很準耶 很坦率也蠻準的 嗯 像 就是不管什麼時候 就是都很好相處的那種 我跟你講 妳不要覺得 她真的不會講話啊 她有時候 哇她講不好耶 不是 她有時候 她都用這個不標準的作品 一鳴則以 一鳴驚人的那種 所以就是很適合傳給一些 妳很親近的朋友 然後妳們現在就可以 靠著這個遊戲呢 來聯繫一下感情 那我們接下來第二個測驗呢 它就是一個來看看妳 內心深處的負黑程度跟黑暗面的 一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的基底呢 就是Basic在黑暗三角 其實就是心理學家他們提出來 有關於自戀 然後有關於心理變態 有關於馬基瑞利主義 這三種人格特質 他們所建構出來的 黑暗三角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測驗看看 究竟妳內心那個三角形有多大 那在開始測試之前呢 也要跟大家說一下 畢竟我們也不是專業人 我們今天也就是幾個好朋友呢 想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最近很紅的心理測驗 所以呢 大家就當作參考 然後呢 也可以一起來試 就是玩玩看 那我們就開始吧 有多黑暗 你一定很附黑啊 欸我剛剛不是一個體貼的人嗎 是一個陽光 明媚 請這邊幫我散一個那個 但你還是很附黑 你 不是你陽光越燦爛 你陰靈觸越大 那你不要晒太陽 他有時候那個 不明則已 一鳴驚人 我欣賞無透過 偷碰別人來打扮 第一 第二題 我通常不會指責或會扮 第三題 我希望別人養護我 不太關心自己的行為 是否 複合到 噢 噢 噢 不要把自己的答案講出來 No one can OK 第五題 我曾經碰過 雜心或發紅 還打扮 平行的目標 第六題 我提高冷魔 對他人的感受 不關心 第七題 我曾經碰過 跟封為他人 還打扮 自己的目標 第八題 我傾向於追求 體溫和地位 第九題 我傾向於認為人間 是使我對人心生法外 第十題 我會用他人來達成自己的目標 第十一題 我希望別人給我特殊優待 假的 我不想要一個 我希望大家可以吃 某便 我會用達成一個 五題 第六題 二題 從不敗 就只有 三題 有 20題 二題 從不滿 做 20題 一題 十分 那如果测到現在呢 大家應該就是稍微有了解一下 這些屬於怎麼樣的人 或者是自己的黑暗面的 其實了解也蠻好的 就是可以知道一下 了解自己 欸搞不好是別人不知道你的小秘密 自己也可以收藏起來 然後呢 這個題目當然也可以分享給周遭的人 然後測試一下 他們是不是一個附黑或黑暗的人 或者是搞不好你們很合得來 你們有共同的附黑的特點 就一起討論 我們可以一起布局 然後去戀開別人 活到最後 其實不管怎麼樣 心理測驗只是一個參考 那也是大家茶餘飯後 閒來沒事的時候 你可以增淨一下彼此的感情 那沒有所謂的對跟錯 然後也不知道 你喜不喜歡今天的測驗 或你覺得準不準 如果你有更多 你自己覺得超準的心理測驗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主題的話呢 就可以訂閱Seaboo的頻道 然後幫我們按讚開啟小鈴鐺 那也可以告訴我們 你想要知道什麼樣的主題 我們有可能就會選中你喔 好 今天Seaboo自習室到這邊 下課啦 拜拜 有一次我跟他聊天嘛 我有時候就很喜歡尿他 因為他 他不出門他不會化妝 然後他出門的時候 他就化得美美的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你不要吵啊 我說你今天要出門喔 然後他就說 對啊我說你不是單身嗎 他就說那你應該待在家 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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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